拜登的团队 这一个贸易全新的代表 可能是戴琪接替来特息者的位置 他仍然公开表态 中国要完全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同时呢 这一次美国国会很有可能推动 关于捍卫晶圆代工的相关法案 那主要的核心的主轴是 不能让老共控制台积电 不过事实上 美国随着三四月份陆续的解封呢 事实上外界期待的看到的是经济的复原 然而在这个复原的同时呢 联准会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手 甚至可能会升息呢 引发了公债殖利率的大幅的反弹 而这一个公债殖利率的反弹 就造成了全球股市的重挫 没有错 我想其实这一波影响美国股市最重要的 就是在美国时间期公债殖利率的上涨 到目前为止已经涨超过了1.6个百分点 也突破了普遍华尔街投行的一个 临界点的预期 他们临界点预期是在1.5 所以其实这一次为什么 美国股市回档的幅度 那么样的大那么样的重 那么在鲍威尔的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 就没有人可以互盘 所以昨天呢 跟台北股市当中 联动性最关系密切的 就是在费城报道题指数跌了有将近快6个百分点 其中比较重要的关键个股台积电的ADR 昨天也跌了将近快4.8个百分点 是跌破月线的一个大关 另外呢 在NVIDIA的部分是跌了8.2个百分点 那NVIDIA才刚公布完它的业绩而已 还算不错 可是呢 昨天也是不敌卖压的这个压力 那么高通呢 也是跌了将近快4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呢 在昨天晚上的费城报道题指数当中 跟台积电跟台湾有密切相关联性的这些厂商 其实都出现了重挫的发展 那么延伸到今天的这个台积电的一个走势当中 当然台积电在盘中跌了29块 那收盘是收跌了4.5个百分点 同时呢 也跌破了月线的一个支撑 就目前看起来呢 整个台积电短线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 另外呢 在今天的台北股市受到半导体普遍回挡修正的影响当中呢 也跌了将近快500点 那跌幅是在三个百分点 今天的外资呢 它是卖超了944亿元 对 那这个基本上 900多亿是今年以来跟最近以来的超级性高 超级大量 对超级大量 所以其实对于外资来说 在台北股市当中 测出的一个现象是越来越明显 那么当然这其实跟美国经济复苏是有关系的 那回过头再看一下在联发科 今天也跌了将近快5.1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也是跌破了月线的一个支撑 走向了一个短期空头的一个发展 另外联电是这一波在半导体产业当中的人气指标 跟涨价题材的概念股 在今天的表现上面呢 也是持续的往下跌 那么也跌破了前波高点 甚至呢也在月线的部分 有一些失守的状态 那么另外一档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关键的个股 鸿海的走势上面呢 今天表现倒是稍微稳定一点点 不过呢也是不敌盘中的卖压 也跌了将近快4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台湾的电子股 不管是半导体还是在电子零组件 基本上都遭受到了外资大幅度卖超的一个压力 那么当然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在基本面的一个发展 那台积电呢基本上在最近要发行了160亿元的一个公司债 那么市场上推估呢 应该是要去进行一个扩产 那么要因应的是这个晶片短缺的一个问题 不过本来在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 就已经来到了281这么多了 所以其实这个募资的部分就是在它的规划当中 那么接下来在这个月 可能会发行的是1200亿新台币的这个无担保的公司债 另外也有45亿左右的美元的计价的无担保公司债 那为的就是在支应美国的Arizona厂的一些相关的支出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日经新闻网其实它有报导 就是说台积电它的实力过于强大 引发了一些美国的焦虑 那么积极的拉拢台积电要到美国设厂 其实这个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 因为这一次的整个晶片的短缺事件 反而让台积电的强势大到了 让威胁到美国的一个状况 因为美国意识到晶片的生产竟然被台积电给卡死了 那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包含像是日本跟欧洲也都有计划 要重启晶片制制的一个计划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NVIDIA的部分 那辉达其他的营收在上一个季度 去年的第四季 他的财报是优于市场上的预期也突破了50亿美元的大关 那么最主要的刺激呢 还是来自于疫情刺激的这个载经济的商机 包含像是电玩的晶片 还有另外就是比特币所带动的一些数位货币的挖矿热潮 那让他整个晶片出货量是持续的大增 那么在财务预测的部分呢 在下一个季度就是说在本季度 他预估呢也是来到了53亿美元 那是优于市场上的预期 但是呢在利多出炉之后呢 股价也是出现了重挫的一个发展 另外呢在全球车用晶片的部分 通用汽车现在目前财务长出来喊话说 实际上最糟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那么我们的状况呢是有一些缓解的一个发展 那么有信心呢在这个季度的这个财务预测上面呢 是可以完整的达标 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年的汽车产业的复苏情况 是可以做期待的 那么到了下半年在晶片短缺的一个状况呢 就会回归到正常的一个市况 那么包含现在目前他们的德州啊 加拿大跟墨西科厂是关闭到三月中 但是接下来就恢复到去生产 正常生产的一个状况 那么也有华尔街的投行去预测 就是说最近题材比较热的 就是在苹果的订动车 那电动车都还没生产出来 但是投行就有办法预估说 他们接下来在2050年的这个营收呢 会达到500亿美元 那最主要对不起2030年的苹果车 营收要达到500亿美元 而市占率会来到1%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情况当中的 一个模型的推估值 那么就目前看起来 他们认为硬体设计跟软体的一个整合 是苹果的强项 那么最主要还是要找到委外代工的一个厂商 不过现在都还没有伙伴能够跟他一起进行合作 所以这个都还是要再持续的观察 另外在台湾本土的部分 现在日本的媒体是比较担心说 我们在这个中南部的这个缺水的现象 有可能会打乱掉我们在这个半途地产业的一些相关的产能 包含面板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不过台积电针对这样的问题虽然说不评论媒体的看法 不过他也跟大家讲说要撑60天以后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台积电其实一直在这个回收的效能的部分 水的回收效能部分是高达八成以上 所以基本上是缺水的问题 大概这一个季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 那么当然最近在国内的很多的电子厂 也针对于电动车的部分有一些相关的合作计划 包含像是我们看到台达电跟光宝科也启动了一些并购的方案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相关的资源性的一个整合 希望能够把最好的资源都留在集团当中 那么台达电本来就是国内发展绿能一个比较重要的厂商 所以这一次的跟电子零组件厂商的一个整合 就值得我们未来在电动车的领域当中去进行关注 那么另外在缺货槽的部分反而一路从晶片涨到了 这个微控制器就是MCU的部分 那么在之前我们在 MCU也是跟着全面涨价 没错 这个基本上跟这个半导体或是电子零组件有关的零组件 在过去的涨价风当中其实基本上都有跟到 甚至在这个微控制器的部分 之前在德州的暴风雪当中其实也受到了产能的影响 所以未来的调涨价格应该是有持续调涨的空间 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在这个伺服器的D-RAM D-RAM其实除了在 也要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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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个电子业快要万物起涨 对基本上所有的零组件你看到都会涨 那D-RAM的部分过去本来都是只有局限在消费性电子产业 但是现在找到新的天空 我们之前有提到在汽车的部分 D-RAM也要进去 伺服器现在D-RAM早就已经进去 那现在在供应链全面的供需失衡的过程当中 第二季的合约价是会持续的上涨 所以其实国内的D-RAM厂商是有机会持续的受惠 那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一些相关的半导体的计划 在中芯的12寸厂的部分 他们在去年年底就已经有这个计划 那开始进行动工 第一期的部分是预计要投入320亿的新台币 那总体来说这个叫做中芯的精神计划 总投资是达到了497亿的人民币 那么这个第一阶段投资了321之后 预计是24万平方公尺的一个厂区 那么预计2024年要完工 那完工之后每一个月会有10万片的12寸金元的产能 那么不过它也要来到2024年之后 才有办法再跟世界上的一些金元厂区做批底 所以中芯这个时间点加大投资 想要扩充产能 可是事实上办导体厂没有那么容易 兴建跟营运跟这个顺利量产跟拉高量率 没有错 所以短期内这个吃紧的状况 可能仍然会维持蛮长一段时间 应该是会维持到蛮长一段时间 因为这一次的整个中芯的一个进度 基本上还是受到美国的一个赤走 那2024年才能够生产的话 那么其实在高阶制程 基本上中国大都是这个寸步难行的 好我们稍后回来 拜拜 拜拜 拜拜